冷靜點… 不要再過來 警告令,不要亂來 不要再過來,過來我炸死他 什麼事? 客氣嗎? 不要 你瘋了嗎?一刀就打的 但是… 你們不要走 真是東西 你們聽著,你們不要過來 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想練習這些 他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義氣? 駱Sir,你說的 好,你想死吧,我一定會成全 駱Sir… 我找到他一個人… 不要再來, 你是… 你們 marble, 空前進去…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 我還沒發揮… 我最終我從前進… 是,我都不在這裏… 你還沒想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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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靖兒, 是我對不起你 是我不好 你有什麼心如未了的 你不怕跟我說 我羅有限一定幫你完成的 比你大家理事嗎? 什麼心如未了的 小哥死定了嗎? 不是, 我找張Sir救了你 你這麼刻心就他呢? 我說萬一 如果就是, 如果別坐一天 你們是不是想張靖兒中心遺憾 不會的 張Sir一定會大波拉過 是呀, 你說吧 羅Sir, 你可不可以留個電話給我 我想打電話給我姑媽 還有, 我很想吃糖 你可不可以留個珍珠給我? 拿著… 我是機人 有幾個留言 要不要我跟你開來聽聽 我也好 第一個留言 靖兒, 幹嘛不接電話 你弄得我們過鬼才這麼擔心你 你的事已經告訴我們 靖兒, 你怎麼搞的 如果我們跟你一起打山打西這麼多次 你這麼大件事都不跟我們說 你可不可以當我老友 靖兒哥 我終於明白為何你要拒絕我了 但我也很想告訴你 無論你剩下多少個月的命 甚至幾天 或者多少個小時 我都會留在你身邊 陪著你, 支持你 靖兒哥, 為何你這麼傻 你不來得我這麼好 靖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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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兒哥, 靖兒哥 靖兒哥, 你怎麼這麼晚 我收拾, 馬上趕回來了 靖兒怎麼樣 靖兒哥 你別過來很危險 就讓我辜負了你 靖兒哥, 你別這麼說 是我不好 我連你有絕症我都不知道 有絕症? 你放心吧, 我不會逼你的 所有事都順其自然 最重要的是, 你現在沒事 你們別管我, 你們走吧 我真的不想連累你們 你們走吧 靖兒,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我們都是D.A.E.的人 我們不會留下一個不理的 為何你們這麼有趣 我快要死了 那就讓我死了 但是不會讓你今天死 總之今天我們一定要 齊齊整整地走出去 靖兒哥, 靖兒哥, 靖兒哥 你們是醫務所打來的 醫務所? 等等 醫務所找你 我是張靖兒 不好意思, 我們的醫務所 就不小心 將你和另一位 和你的英文名寸發 一模一樣的病人 的驗診報告 就調轉了 就是說張先生, 你其實是沒有肝癌的 身體健康 不要用你, 對不起 我沒有肝癌? 我不用死, 我沒事 你 你老公不自己拖廁不行 跳舞更厲害 連Ice姐姐都被她弄得消耍 之後就被衣服拼開了 Biella很激情 簡直是親刀轉 他們倆簡直發揮得淋漓盡之 我就沒什麼機會扭到她的腰 好, 我是Biella 你真是很激烈 我問你, 剛才你和那些冰霹的東西 小聲說大聲, 要說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事 沒什麼特別?那有什麼事? Ice問我, 你是不是經常煮靚湯給我喝 喝到我似乎只有二十多歲 你二十多歲?那豈不是說我比你更大 那你們的妝容 我會盡快安排時間和Jojo上來 你公司那裡簽了藥 謝謝你給你這個機會, 再見 怎樣?電影公司真的選了Jojo 還有他們的青春冰的女主角嗎? 是呀, 我真想不到 第一次和藝人接戲就馬上接成 真是很開心, 我要慶祝一下 是呀?你也不讓人開心 到底你和張Sir有什麼問題? 其實已經發生了這麼多事了 那個壞人還要對我不抽不彩感 氣死人了 其實這些案子我也見不少了 你想想, 一個男人搞這麼多事 還要找人過招, 要那個女孩子死心 就為了自己去得安樂一點了 這種情節, 愛情片很多, 你這樣也不明白嗎? 但最糟糕他現在開口, 說不想和我拍拖 對付阿貞, 你這種害羞 你要像熬爐火湯一樣 你取行的火是不行的 一定要小小火, 慢慢熬熬熬熬才會出味 你一離開就這麼熬熬, 用什麼煲乾水 是不是?你的耐性別這麼喉勤 明白嗎? 我很喉勤嗎? 小祖, 你回家剛好, 我有個開心的 要跟你說 是嗎?我知道有個開心的要告訴你 你看, 我找回寶寶了 你們兩個真是挺友善的 又一起養小狗, 又經常出雙入對 穿衣服就像貓公仔一樣 對, 雖然我跟沙姐, 他跟山姐 但我們同期出道, 很友善的 我差點忘了, 我被你們撐去哪兒 小祖, 之前你不是跟菊琪在電影公司 鏡頭試一部青春片嗎? 電影公司選擇你當女主角 真的嗎?我當女主角嗎? 是呀 大師真是說得對, 寶寶真是你的福星 是嗎?蘇碧大師是什麼? 我們剛才去找蘇碧大師占福 我們找到寶寶嗎? 只是全靠去而已 蘇碧大師真的很進駕 尤其是占福愛情 你們倆試過就知道 你怎麼知道?其實…我很喜歡她 但她一直都想避開我 我想知道她心想什麼 放心吧, 你緣分還未到 待會出去我們那裡 買一條催運水晶手鏈 你每天都戴著她 很快你的男人就會把心裡想說的話 告訴你了 真的嗎?謝謝你, 大師 別客氣 大師, 我也想問一下 我最近和我老公好像有些問題 我很怕他會不要我 他會不會嫌棄我呢? 你老公一定很英俊 又或者很有型 經常有很多狂風流電 躲在她身邊, 是不是? 全中啊 我老公認過那些港男的 你很想哭著她的心, 是不是? 是呀 那又是買了一條催運水晶手鏈 每天都戴著就行了 不…你老公的胸肌一定很大 所以催運水晶手鏈不夠 你要買我們整座水晶塔 我先拿回去鎮住她 好厲害 連我老公胸肌大她也知道 只要你綁到Pierre 莫哥說是一座塔 連座山我都可以買回去 你這麼英俊, 問一下吧 我和我老公還好 不一定要問感情上有問題 人生總會有很多遺憾 總會有很多心願未了 你一定會有些事想知道 想知道的事? 我的朋友很久沒見, 她叫小儀 不知道有甚麼辦法可以見她呢 辦法一定有的 我幫你沾一枝掛 這枝掛像告訴我 你向東走, 若然有緣的話 你會跟這個朋友見面 向東走?那走多久? 天璣不可以蝕留 我說的只可以這麼多 如果你想快點見到你這個朋友的話 你就要… 買條水晶催運手鏈吧 是兩條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 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